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 新豪邦娛樂宣佈 2022年第三季未經審計的財務業績期內佔了 淨虧損是2.438億美元 而去年同期的虧損是2.332億美元 即是說今年蝕多了少少 如今在2022年和2021年第三季非控股權益應佔 虧損分別是4,280萬和3,530萬 是由新豪英匯、新豪天地馬尼拉 及其在賽普魯斯的業務營運所引致的 而今年2022年第三季總營運收益是2.418億 和去年同期的4.464億元幣跌了46% 他們就說到這個總營運收益為何會減少呢? 最主要就是由於它旗下澳門的娛樂場 就按照政府的指示 在7月份暫停營業和這一季澳門和內地都有疫情 所以就令到旅遊限制加重了 導致他們的貴賓廳和中場的賭桌博彩分佈表現放緩 這個就是新豪方面的業績 看得到是個虧損是有的 因為現在這個疫情狀況之下其實很簡單 基本上是沒有一間博企是可以賺得到錢的 基本上你打平已經是很厲害的了 再加上他講到其實7月份的時候全部賭場都要關閉的時候 對澳門整個經濟體是傷害極大的 所以現在澳門就算是有這個確診出現 我想政府都是會盡量去減少進入相對政治的狀況 因為是玩不起的了 如果連這些龍頭產業都要是不停泵水泵到要破產 甚至乎是要再集資的話 那你們覺得就業情況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呢?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下邊留個言吧 我們下集再見吧,拜拜!